都進入到了景氣寒冬 而在宜蘭經營三星蔥體驗農場的黃志雄 就因為受到了這波疫情的衝擊 體驗活動的業績是大掉八成 幸好他長期間做了三星蔥油餅加工 從種蔥加工到銷售是一手包辦 在這個人人都不太敢出門的時刻 蔥油餅的冷凍宅配銷售 反而是逆勢上揚的 一年平均可以賣出一百萬片的三星蔥餅 包括了精華還有國軍衣衝館 等等知名飯店餐廳都是他的客戶 年一收上看千萬元 說著鬥趣的民間習俗 達蘭老師帶領遊客們親自體驗拔蔥的樂趣 充滿幸福 充滿幸福 這裡是宜蘭的三星鄉 蔥的栽重面積大約兩百五十公頃 因為雨水充沛 再加上蘭陽溪純淨的水流 玉玉的三星蔥質地細緻 蔥味香濃 是市場上的寵兒 遊客除了體驗夏天 還可以自己DIY製作蔥油餅 好我們等一下都會拿到這個麵糰了 那我們拿到的時候要先用你的手 把它給壓扁 寬度要跟棍子大約棍子的一半寬 長度要跟棍子差不多長 這樣子的大小是最剛好的 在麵皮上塗抹豬油 再倒入滿滿的三星蔥 用雙手捏緊包覆仙蔥的餅皮 捏出自己想要的形狀就大功告成了 下過油間後的蔥餅 還能在現場直接品嘗 不只讓遊客看得到 也玩得到 吃得到 這間三星蔥的體驗農場 是由青農黃志雄一手打造的 原本假日時間總是能吸引滿滿人潮 而如今諾大的空間 卻只有零星幾位散客 生意大受影響 新冠肺炎疫情不斷在國際延燒 黃志雄首當其衝成了觀光受災戶 根據交通部觀光局最新統計 亞洲地區來台的觀光旅遊人次 跌幅近高達43% 創下近十年來的新高 那因為這次疫情 其實大家都不敢出門 只能待在家裡 那會影響到我們整體的營運 那人潮也變得少 大家都不希望去一些密閉室的空間 那戶外的活動其實基本上以團體來講 幾乎不出門 那散客還是會出門的 所以我們只能收一些零星的散客 來維持整個體驗的運作 好在說我們本身就是一個生產蔥和餅的工廠 那基本上我們都有一個基本盤 那客戶群那針對這次疫情 我們在強化團購的部分 利用團購的力量 好好把我們的產品銷售出去 來彌補旅遊體驗的這一塊 這段期間的不足的部分 這是我們目前的作為 一年四季的蔥都會有 但是取決好不好吃而已 像冬天的蔥是最好吃的 這邊的泥土是上面布蓋的板葉岩 下面我們上面都會有一個 我們的南洋溪的泥沙去覆蓋著 所以說它是有點半軟性 黏性 尤其下雨會更黏 所以造就我們的黏土 會黏到我們的根 營養都會附索在我們的蔥白裡面 半月這三個月差不多了 剛才這樣靠起來 長得很漂亮的時間 三個月很漂亮 跟著父親一起工作 黃志雄原本在台北從事資訊業 2006年他毅然決然辭掉了工作 粉鄉接手父親的蔥田 這個是尋軟水 有進有出 有罐蓋水進出來 我們把髒的一些雜質 都可以把它流出去 所以這個水基本上洗 是不會有問題的 洗蔥是辛苦的 尤其是冬天 都會怕會凍傷 尤其寒流來 那個更嚴重 水溫都是用山泉水來洗 所以溫度會非常低 洗蔥的工非常難請 因為在現在社會上 幾乎很少人會洗蔥 因為工資又低 然後冬天又冷 所以說洗工很難請到 所以說一般像我們來講 洗工一般都是家裡人來洗的 但以目前的狀況都是占居多 放在水裡輕輕的摩擦 原來要把蔥洗得乾淨又漂亮 也是有訣竅的 我們三星蔥的蔥白 你洗完之後會非常的白 我們在三星蔥的蔥白 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會把它比喻成美人腿 蔥綠的部分也是非常的綠 而且它帶有粉狀 表示它是新鮮現彩的 黃志雄這些年來不停的鑽研 才研發出最好吃的蔥牛餅口味 因為蔥的部分它有一個辛辣味 然後它調味需要靠豬油 去提香 提酥 那日清粉是讓我們的豬油跟蔥 可以做結合的動作 所以吃起來的口感會非常的綿密 一般我們跟外面的作法都不太一樣 我們是在工作台是不上油的 那我們基本上把油 是包覆在我們的蔥料裡面 這樣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吃起來會比較有酥脆感 那也不油膩 運用半自動的雞台擀麵皮 一次就可以做出兩百五十片 每天至少能夠生產 死前片的蔥牛餅 年產量平均大概有將近上百萬片 那營業的部分呢 這兩三年也有所突破 那我是希望說可以一直不斷的努力 和大部分的鄉下孩子一樣 黃志雄也很嚮往都市生活 於是退伍後他去到了都市打拼 他在台北的資訊業上班了五年 後來又到了竹科的公司當業務 前前後後十年的時間 雖然賺了不少錢 但他心裡頭卻牽掛著家裡 基本上我已經回來十二年了 到現在為止 那當初回來家鄉的 第一個理念是說 家裡只有我爸媽 我必須回來協助他們 這個蔥是從他年輕到現在 算是三星蔥的元老 我爸種三星蔥算是最開始種的 從那時候從五到有 那慢慢的已經做了大概四十年了 在油鍋裡紫紫作響 素架到金黃的蔥油餅 裡頭包滿了滿滿的三星蔥 吃起來蔥味香濃而且不油膩 有一些團購主都會強調 我們是五星級的蔥油餅 那所謂的五星級蔥油餅是什麼 它是用卓越的三星蔥去做 然後專門賣給五星級的飯店 所以我們統稱為五星級蔥油餅 是因為我們賣的品質 可以跟五星級的飯店並駕齊驅 知名的金黃酒店 國群雄館 還有比較高級的一個飯店餐廳 商戶飯店他們都持續這幾年來 都一直在用我的蔥油餅 那表示說對我的餅的品質的肯定 光是蔥油餅一年就可以賣出 上達百萬片 總體年營收突破千萬元 黃志雄要把蔥加工事業擠大化 他還甚至開發了蔥口味的冰淇淋 其實到目前為止 到現在我們還是持續一直想去做一些新的調整 跟新的產品出來 因為畢竟產品還是會經過年代去做汰換 雖然觀光體驗部分也極下滑 但是黃志雄在蔥餅加工的訂單 卻逆勢成長了百分之二十 好好的面對防疫的工作 因為傷痛的時間總是會過去的 對 那不如趁這段期間 大家好好的去充電一下 自己以後充電跟準備 不要浪費時間 就這樣 準備下一波再起來 當然 因為歷史見證 像上次的那個疫情 疫情一過 你有沒有發現 旅遊業整個復甦起來非常快 因為大家都迫不及到想出門 不管出國還是去旅遊 非常可怕 所以您還是滿樂觀的對不對 基本上我還是會樂觀的去面對 這種疫情其實真的很少發生 因為這是國家緊急的戰役 對吧 所以說這個是大家 國人要共有的時間 因為不是只有我們發生這樣的事 全台灣都要必須好好的面對 防疫的工作 因為傷痛的時間總是會過去的 對